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的主题是This和Super 也就是说本次课我们要学习Java的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This,一个是Super 其实This和Super呢,也是发生在继承之中 我们这个地方去第四节呢 我们遇到很多的对象,对象与对象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继承 我就这么说吧,所有Java类都是有血缘关系的 一个Java类呢,是可以继承另外一个类的 所有Java类的负类呢,所有的Java类都有一个共同的负类 就是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其实只有一个,就是Object类 OBGECT,Object 那好,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解释 那么本次课中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This和Super这两个关键字是做什么用的 以后我们在真正做程序开发的时候 一旦想到相关的应用场景 就一定要想到This和Super 因为计算机呢,是一门实操课程 就是实践操作课程 所以的话呢,我还是用代码来解释 那上次课呢,我们是在Test2项目的com.sindi1.pkg1包里面来做原代码 那么接下来哈,本次课我们的代码会放在com.sindi.pkg2 嗯,因为This和Super呢,也是跟进程是有关的哈 当然,This可以脱离进程,但是Super不会 呃,我在这里同样也需要做附类和子类 假设有一个类叫做Base 好,还有一个类叫做Subber 好,一个是Base,一个是Subber 其中Subber类继承了Base类 好,到Base类里面 Public Base Base Base类的 初始构造方法 接下来哈,保存一下 我要写构造方法的重载咯 Int x 重载咯 构造方法 好的 接下来 Public Word A 这个是Base类的 A方法 好的 好的 接下来 Public Word B 是这样子的 因为Base类有两个构造方法 还有两个普通的方法 一个是A和B 但现在呢,我的B方法要调用A方法 记住方法的调用怎么调用呢 一个方法里面 方法的调用可以写在任何时刻 你在弄方法中调用也可以 在构造方法中调用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在另外一个方法中调用 那调用这个A方法 因为A方法和B方法是平级的 所以我这里用了一个 Race点 诶 好,其实Race点 我们经常会发现哈 所谓的点应该点之前是对象名 后面是属于这个对象的 属性啊,方法等等 好,没错 其实Race呢 它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对象 只不过这个Race想想看 Race的中文是这里 对不对 它其实指代的是 我自己如果Race是在Base类里面 那么它指代的就是Base类 如果是在Sub类里面有个Race关键字 好,关键字指代的就是Sub类 好的 可以做一下测试 PublicWordStaticWordNet Stream ARGS Base OBGA.new Base PublicStatic WordNet 好的 我这里是构造出一个Base类的对象 OBGA 接下来OBGA.B 也就是说我这里调用的是OBGA这个对象的B方法 调用它就意味着要执行方法体 这个方法体只有一句话 调用谁呢 调用A方法 好,我竟然是OBGA调用B方法 这个This实际上指代的是Base类的对象 OBGA 好,给你运行 RubEarth Java Application 我要保存一下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输出的两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Base OBGA等于NewBase NewBase的时候其实是会调用 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它会输出Base类的初始构造方法 紧接着第二句话 OBGA.B就是要执行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方法体呢 又是去调用A方法 所以会输出BaseA 好的 同学们看懂这段代码了吗 这段代码 我重点是想解释 This This是指 OBGA.B 在调用B方法 这个This 只带的就是OBGA OBGA本身 因为OBGA又是Base类的对象 记住 This在哪个类里面 只带的 就是这个类的对象本身 就看是哪个对象来调用它了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要来看一下 Super Super的用法 当然 我也可以在这里 先定义一个 用方法做一个测试 Public 哎呦我怎么老是多打一个 StaticWadeMap 是这样子的 嗯 子类 副类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类 每个类里面都可以有用方法 但是请记住 闷方法呢 是一个程序的执行入口 通常一个项目中 我们只会有一个闷方法 当然你每个类都写个闷方法 也不会有语法错误 但是最终要看你执行的是 哪个类的闷方法 啊 执行哪个类的闷方法呢 啊 就会由这个闷方法 去执行它的方法体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 我在这里 saber obg 等于saber 问题来了 这句话 执行 会 怎么样呢 好 好 我们继执行 它继承了base类嘛 生出来的 生出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 sindy呢 想要出生到这个世界 首先是不是必须sindy的爸爸妈妈要先存在呢 只有他们先存在 那才会有sindy的出生 同理 在面向对象的这个加娃以言中哈 我们的子类对象要构造出来就是出生出来哈 首先 负类要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啊 刚才会调用base类的构造方法 正因为saber类继承了base类 所以在构造saber对象的时候 会首先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再调用子类的构造方法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在这个地方 还是写一个几类的构造方法 saber类的初始构造方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否调用了这个 刚才之所以好像没输出第二句话 是因为系统会自动给一个不带参数 不带参数 并且分发体为空的这样一个构造方法 现在我自己声明了一个 好果然先调用base类的初始构造方法 再调用saber类的初始构造方法 这个就是newsaber 带来的这样一个运行结果 这一句话 只有在newsaber的时候 构造子类对象的时候 先构造负类再构造子类 所以先调用base类的构造方法 再调用saber类的构造方法 但问题来了 貌似我这里调用的都是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正因为我的newsaber 这里写的括号是空 也就意味着我调的是不带参数的saber构造方法 那saber构造方法会缺审的调用base类的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如果我把这个base方法 注释掉呢 不带参数的base方法注释掉 我这里只剩下了 只剩下了这个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当然 之前我们不是写的不带参数的吗 好 会出问题 为什么啊 我这个慢慢方法 newbase也是调的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但是现在我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被注释掉了 只剩下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那在这个地方为了避免错误 我就传一个整数吧 好 OK 好 我执行这个base类的时候 因为它是newbase哈 所以调用的是这个方法 同时obj.b执行它 再执行a 输出base a 好 这个类base类 我是把错误解决掉了 但是怎么sub类又出问题了呢 明明我是newsub 而且sub这个构造方法没有任何问题啊 好 问题来了哈 记住我们在构造主类对象一定是先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但是呢 我这个sub的构造方法是没有参数的 那缺省情况下 它去调用的其实是负类的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但是呢 这个负类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被我屏蔽掉了 只剩下了一个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那我该怎么做呢 记住 我就必须在sub构造方法的第一句话 记住是第一句话 用super 关键字 super 括号 代表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括号里面呢是给参数 如果不给参数代表是调用负类 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现在我只有一个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我就可以写上super 100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变成了首先 显示调用super括号100 就是调用它 输出base类的重载构造方法 调用完毕之后 继续输出sub类的初始构造方法 实际上呢 实际上如果我不写这句话 写上一个pub的一个sub 它有个缺省默认的 就是super括号 就在sub这个构造方法里面的缺省的第一句话 就是super括号 但是因为super括号是调用负类不带参数的 会出错 所以我只好人为的在sub构造方法的第一句话上 第一句话写上super括号100 这个就是super关键字 super括号 分号代表调用负类构造方法 但是super打点 调用a 这个super单独存在的话 就跟z很像 跟z很像 这个super指代的是 负类对象 看看 出来的是不是这个效果哈 base类的重载构造方法 因为这个super点a 调用的就是负类的a方法 输出base a 接下来才会输出sub类的初始构造方法 好的 这个就是super关键字 记住super括号代表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super点代表调用 这个super就代表负类对象 打点 调用负类对象的方法 或者是成员变量 好的 这个就是super关键字和z 关键字 本次课的内容到此结束 请同学们下来以后 一定要仔细学习哦 好 我们下次课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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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